都没有看到小朋友的伤势是如何呢 一岁男童凯凯遭保姆凌虐致死 负责访试的儿福联盟 诚信女社工遭上扣 如今北剑正式贞结 依故是致死 未遭文书罪起诉 也将台大社工女神的离谱恶行 统统揭露 被告犯后态度不佳 毫无回忆 见寝从众量刑 回顾112年9月起 凯凯身上出现大片瘀青 暴瘦秃头掉牙 社工却完全没通报 也没增加访试频率 甚至帮忙对家属辩解 说保姆很有爱 瘀青是自己壮盗 销售是食欲不佳 直到凯凯送医生亡当天 社工竟还向医生谎称 主要照顾者是外婆 凯凯是义乃至死 更夸张的 社工根本没按时制作儿蒙记录 后来更跟儿蒙的理性 即将性督导成立一个天使群组 讨论如何增补修改记录掩饰范刑 更要求外婆让自己充当司法调查窗口 借此封口 检方痛批干扰办案 检方查出三次访试社工都会预告 让保姆能提前隐匿虐同事实 检方认定陈姓女社工 有13项严重疏失 对比案发后儿府90度鞠躬 力挺自驾社工 措权推给保姆实在讽刺 你怎么会说陈姓社工高学历 他不会干可恶的事情 政府联盟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检讨的态度 对此儿梦回应 内部群组警卫厘清案件 绝无包庇非法行为 究竟有没有修改记录 检警继续追查中 要还给受害家属一个公道 记得庄有此分亚乔台北报道 平交道前车辆都在等待左转 机车骑士却想转就转 下秒立刻遭直行白车狠狠撞上 车壳零件炸开往空中喷飞 骑士空中旋转一圈 连人带车重摔倒地 新北应戈巴德路上 强快转弯撞车事故 就连休旅车前保险杆都被撞了下来 目击驾驶更是吓到惊呼 画面曝光网友也表示 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 同样不把安全当回事 这辆白牌重机 右转道上高速执行 还钻入缝隙超车 当场击落前方双载情侣 还是骑着共享机车 三个人全部甩飞摔落地面 惊喜事故就在台北光复南路 市民大道路口 换个角度看 双载机车当场变成保龄球被撞飞 这种机骑士是标现于无误 钻来钻去 下场害自己跟他人 通通车损人伤 镜头转到竹北 条纹上一骑士 眼见前方有车要转弯 路中间刹车 后方女骑士 完全没保持安全距离 一屁股撞了上去 失控往旁边摔 后方的另名骑士也被波及 就这样三个人的机车 通通倒地 场面可说是一片混乱 镜头转到新北中河 老夫人骑车准备出巷口 下一秒 尽早一辆轿车拦腰撞上 夫人喷飞倒地 头破血流 车辆载失控滑行 撞上路边停放的 六辆汽机车 夫人送医生重不治 恐怖死亡车祸 详细事故原因及皱责 还有在警方后续调查厘清 解章又此分享 桥组合报道 垃圾说完车要走了 后方一名粉衣富人 双手抱着超大袋垃圾 就怕来不及 一路小跑步狂奔 但就在靠近后车斗时 疑似重心不稳 腿软狠摔 往前重叠铺地 疑似一度失去意识 昏迷不行 立即停车 摆放三角椎 介入妇人安全 清洁队员全程募集 妇人为丢垃圾铺接昏死 吓风狂喊叫救护车 只是这惊天一摔 网友也吓坏了 盖楼劝妇人 垃圾一天没丢到 真的不会怎么样 危险追车 最坏的还是随车人员 豪在几分钟后 妇人自行起身 但她拒绝送医 自行离开 另外在新北市三重 马路上则出现 超暴怒妈妈 开窗对骂超惊悚 因为窗外三重这位妈妈 可是在女儿追车开战的 喇叭狂喊失口怒骂 妈妈怒气质标颇最高点 不过女儿就坐在后头 要跟男驾驶杠到底 但究竟两个人到底为了什么 吵这么凶 绿灯了还不走 妈妈路口暂停 就为了帮女儿穿外套 但这一船竟然就是 整整三十秒 另外在花莲 网美胜地 货柜屋星巴克停车场 惊爆有游客 遭到一大票男女 持球棒包围 很可以嗆声 然后现在走一群人 怪恐慌 我刚刚想说 他们不要恐慌你啦 是我刚刚想说 他们在吵架 你讲话不要讲那么夸杂 多冷静一点好不好 飞梯坐视痛扁 陈兄豆很超派 慈情大哥大姐 连警察到场都不放眼里 要开扁第二次 我好多会 干什么 干了哦 我们在现场耶 想要怎样啦 我们家在那边走 我们家在那边走 好了好了 原来被打的游客 因为不满 扁人大哥开车门时 A到他车门好几次 冲上前 暴气理论 还拒绝对方的道歉 结果反召大哥 绕十多名亲友 包围痛扁 最后闹到报警 出有好心情 全没了 接受教育彩山 参观报道